你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紅樹林小小主播新聞 我是陳千瑜 為了要讓區公所的員工都能夠熟練防身技巧淡水區公所 更邀請到了淡水警分局的防身教練 親自到現場為大家示範 讓在公部門以及公共場所上班的公所員工 在突發狀況發生時就可以多一分保障 台上的教練一個轉身就將一旁比他身高還要高的同事甩在地上 而這樣子熟練的身手其實只要掌握一個技巧多練習幾次 就可以為自己在遇到歹徒時多一分保命的機會 而為了要讓區公所的員工都能夠熟練這樣的防身技巧 淡水區公所更邀請到了淡水警分局的防身教練 親自到現場為大家示範 公共區域的社會事件出現頻率頻傳 那我們為了讓我們公所同仁在一些基本防身能力這邊的增強 我們特別請到淡水分局的警官來公所教我們同仁一些基本的防身術 還有一些居家安全 區長表示在近幾年因為公共場所的突發狀況越來越常見 例如隨機殺人事件或者是街頭搶劫等社會案件 而為了要防止類似情形發生在自身周圍 區公所特別請來警分局的警官教練 要來教大家如何應變自保 黃色素要很小的力量去做一個去破壞它 它體重90公斤100公斤 那我那個瘦泥子才45公斤 那我怎麼跟它對抗呢 以很短很小的力量去做一個怎麼樣 有效的做一個解脫 那希望提供大家這方面的一個能力和相關的知識 讓大家在公共的這個區域 還有在居家安全的部分能夠增強這方面的能力 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在遭受到歹徒搶奪身上財物 或者是被侵犯到身體部位的時候 都可以運用距離以及走位所產生的力量 將對方制服在地 而此外今天除了要教大家防身術 還解說居家安全的知識 讓在公部門以及公共場所上班的公所員工 在突發狀況發生時可以多一分保障 記者是端一代水採訪報導